2月18號 北大方正集團有限公司 以及旗下上市公司方正證券、方正科技、中國高科 北大醫藥等同時發表公告 聲稱 他們的債權人北京銀行 向北京第一中級法院申請對方正集團進行破產重組 方正集團是北京大學1986年 投資創建的大型國有控股企業 已有30多年歷史 資產總額超過3000億 這家背著名校高科技符號的企業 業務領域涵蓋信息產業、醫療、醫藥、房地產、金融 大宗商品貿易等多個領域 高校企業是中共政府近30年來力推的重要經濟戰略 除了北大方正集團、清華控股 還有上海交打成立的 上海交打產業投資管理集團有限公司 華中科技大學成立的 武漢華中科技大產業集團有限公司 清華控股助力累計轉化56項國家級重大科技成果 實現了62項重大科技突破 推動實施三項國家科技重大專項的項目轉化等 但幾乎所有高校企業都自稱虧損 清華紫光的財產業 資產負債率高達91.86% 公開資料顯示 方正集團有息負債達1600億元人民幣 去年12月2號 方正集團發生債務違約 引爆了方正的資金鏈危機 那麼為什麼這種想盡國家資源優勢的高校企業 會出現巨額虧損甚至破產呢 2017年6月16號 中共中紀委官網 公布了對14所高校巡視的反饋情況 聲稱絕大多數都存在管理混亂 權力巡租等問題 並且沒有任何一家校企 在其所標榜的技術領域中闖出名堂 這些學校包括北京大學、清華大學 其中北大問題尤為突出 2003年方正集團改制時 就有19億國有資產流失 據報導 中共高官 前中共統戰部部長令計畫 和前中共中紀委書記賀國強的兒子 都深捨北大方正貪腐渥案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博士生導師 王建國指出 中共這種依靠貪腐推動的經濟模式 不可持續 不管你想拿到這個項目 還是到市場上去做個生意 你要經過國事官員的管制部門 而這種權力的管制就是尋桌的地方 所以賄賂是進入市場的通行證 你沒有賄賂休想進入市場 一切資源都不可能 那麼貪污就成了官員支持改革推動經濟的動力 王建國指出 正是這種以貪腐作為原動力的經濟模式 造成國家資本轉化成權貴資本 老百姓才貶得貧窮 失去人權 失去民權 中華民族子孫乃以生存的環境 才會輕易的遭到破壞